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今天我在西湖边采访了一位大爷 之前他是做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 现已退休 工龄有40年了 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的退休金呢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大爷你退休了吧 我退休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退休金 我7500 你以前做什么能拿7500 我原来单位是一家企业的 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 那你是官职 你算一个官职了 办公室主任 工会主席办公室 那你就拿7500 你觉得这个退休金是高二低 差不多啊,他是企业,不是事业单位 不是国家单位 哦,你不是事业单位 还是企业单位 工程 哦,那7500也差不多 那是事业单位 什么什么主任之类的 你拿7500也太少 你一个医院的院长退休 是事业三万的 你供领多少啊 供领,供领40年 40年了,那也挺长的 我那比上不足,比下有 那是是是 比我多的人有一半 比我少的人也有一半 也有一半 也有百分之 你什么时候能拿到7500呢 我是中等偏上 中等偏上 你什么时候拿到7500这工资 就不是纪念年吧 我在单位里 我现在吃亏了 在单位上班 我一年拿年薪的,二十五 一年,二十五 二十五啊 二十万 二十万 两万一年,二十四万 那你当时在单位里 一个月能多少钱工资啊 单位的啊 单位的副主席,工会主席 你一个月多少钱工资 你当时啊 一个月呢 两万多的 两万多 对决就七千多 单位的上班 单位的上班一分钱都不要花 上下班有车自己送 嗯,那很舒服啊 那个一年旅游有一次出去玩 不要自己讨厌 不要自己讨厌 报销 对,报销 平时吃饭晚饭都是吃工家的 啊 那我现在什么都要自己讨厌 那7500,够用吗?生活啊 我原来 坐车什么都不要 你现在应该不要吧 现在也不要 你老了 现在我车是私车 私下车啊 是不是要自己加油 加油了 哦,你还开车啊 嗯 你一个年龄能开车吗 你多大啊 开车能开到100岁了 能开100岁吗 对 不能嘛 真的 101岁有一个人 100岁的生日都不亲了还能开车啊 嗯 你多大啊 你多大 你多大 多大年龄 我 啊 我们67了 67 嗯,退休了7年了 退休7年了 嗯 那 那也还算年轻啊 不算老呀 67岁不算老呀 你,但是你把我开了 哈哈哈 对不对啊 嗯 你看我有80岁了 不是,我没看你80岁 你 你也经常应该在70岁左右差不多 这位大爷 企业单位退休啊 相比与事业单位来说 退休金就不是那么高了 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相差还是蛮大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